一个穿着打扮时髦的少女从高楼一跃而下 街上的行人却都看嫩了 但是没有人可以做出救援行为 少女就这样落到了冰冷的大地上 可是虚弱模糊的场景却没有出现 现场这少女先前穿过的衣服 还有的就是破碎的石靠碎片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少女跳了案件吸引了全国人的注意 高层领导必须给民众一个合理的解释 最后这个少女被检测出 患有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石化病 并且潜伏期高达60天之久 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而以目前科技水平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可以预防或者治疗 就在群众人心慌慌之时 有个组织维纳斯展了出来 说自己机构可以收留 160个感染石化病的患者 他们拥有最先进的技术 可以让人进入半睡眠状态 虽然无法绝对预防病毒恶化 但却可以最大程度地拖延时间 等到世界有技术可以治疗石化病 再将睡眠难给唤醒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但是不管是联合国 也或者是群众 也使大家都对维纳斯有些不感冒 因为他们总感觉这个病毒 什么机构搞出的神话危机 再不然就是需要人体做实验 而找到一个借口 但不管舆论指向何方 维纳斯受留了160个患者的事情 却竟然顺利 很快就要搭发车 有持续地带着一群患者前往维纳斯 有人欢喜 有人忧 虽然不知道这次维纳斯的话 是不是真的 但患有石化病的人 却把这次机会 当了自己重生的机会 可是一对双猫胎姐妹 小娜和小霞 却是充满忧虑 因为小霞成为了幸运儿 可是小奶却没有被学上 等到了维纳斯后 他们姐妹就要被迫分开 不过两姐妹还是打勾约定 一定要在未来见到彼此 自从父母去世后 他们两姐妹就一直相依为命 就这样 小霞被带上了一个维纳斯给出的手环 之后他们的一切生活 都会通过人工AI爱丽丝 来给他们进行安排 维纳斯管事维加说 所有人都离不开爱丽丝 因为那个手环 就是监视这些患者体内的病毒残留 一旦手环变黑就代表着病情开始恶化 这个时候爱丽丝并会对着患者 进行冷冻睡眠 以最大限度的保住生命 在各种检查后 每个人的伯格都拿上了一枚化学芯片 然后一个个患者开始有序地躺入睡眠舱 在爱丽丝的帮助下 一个个患者都进入了第一轮睡眠环节 不过这个时间持续并不久 所有患者都被一阵枪声给吵醒 小霞也在醒来后发现睡眠舱已经被人打开了 仔细一看周围 却发现到处都是巨大的荆棘藤条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 因为在亲来维纳斯之前 所有东西除了眼镜都会被没收 慌控的气氛 让这些患者开始焦躁 随着一群痴人的怪鸟出现后 人性的阴暗全部暴露无依 他们为了活命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 所有人挤到电梯门口试图逃跑 但是在电梯打开后就发现 这个电梯仅是空的 而后面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 于是就形成了前面的人 全部都被后面的人无情地推入了万丈深渊 更糟糕的是 在电梯的嘴底下 竟然有一朵巨大的食人魔花 一眨眼的功夫 160个患者就只剩下7个人 分别是护士凯瑟琳 黑人警官小罗 还有一个壮汉欧文 以及戴着眼镜的小哥皮特 加上一元大叔 最后就只剩下一个小男孩提姆和小侠 大叔认为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赶紧出去寻找出口 一型人一边要担心石化病的突然发作 一边需要担心怪物的突然袭击 这陌生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极度的压抑 小哥皮特说自己以前学过几口建筑 所以应该可以带路 只是在好不容易找到出口时 却发现已经被海水给堵住了去路 而戴着的大叔 却被突然出现了怪物给当场吃掉 所有人都在努力控制 进到即将崩溃的情绪 试图想要面对恐惧来获得理智 可是唯独提姆却异常的兴奋 因为他发现这些怪物 似乎和自己以前打游戏的时候遇到的一样 一心的无奈只能跳水逃命 幸运的是在皮特的带领下 他们最终来到了武器仓库 叫上提姆的告知 终能决定尝试怪物的落点是否正确 果然提姆给出的情报完全符合 通过找到的武器和暂时解决了怪物 但是他们的子弹已经为数不多了 可即便知道前方的路充满危险 但是他们也已经对等待救援 不抱任何希望 因为这里出现的情况充满异常 显然已经无法用正常逻辑去解释 所以只有往前走 他们才有活下去的可能 但是在没有怪物的袭击 一心的大脑就开始冷静 他们发现大脑的小哥皮特 脖子上带着一条项链 这个情况只有一个解释 他不是160名患者中的一员 威纳斯的案件也不可能弄掉这条项链 眼看着自己被鸡蛋钉上后 皮特就用小霞作为人质而退到了电梯里 剩余的人认为皮特身上绝对有秘密 只要找到他 说不定就可以知道出去了路 可是在他们准备去营救小霞 抓捕皮特时 凯瑟林却发现在电脑上出现的日期 和自己进入威纳斯的时间 仅仅只过了两天 而这些怪物以及星际王在之前 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也就是说这些神秘生物的出现 只用短短48个小时 而肿轮还是处于迷惑状态时 一阵区域的晃动却突然出现 躲在电梯里的小霞 因站不稳导致头撞到墙壁混倒了 醒来后发现皮特已经不在身边 在他漫无目的地走着时 却无意中揭开了一个大秘密 失踪的皮特现在出现在资料室 他似乎对这里真的很清楚 小霞还发现 那个和皮特对着干的壮汉欧文 仅然听命于皮特 他们两人都是政府派来的间谍 不只是群众对维纳斯有怀疑 连政府也觉得他们有问题 关于睡眠技术 其实政府也早有研究 皮特更是这个技术其中的一个研发者 怪物的出现并不是维纳斯和皮特制造的 但是他们失控却是因为皮特引起的 为了让世人知晓维纳斯那虚伪的面目 所以装看欧文成了内应 皮特将那些睡眠舱全部停电 为了放出欧文 结果便导致了这些怪物 因为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而集体失控 皮特没有伤害小霞 而是给了他自己被分好的一个 关于维纳斯的秘密词条 结果一只怪物突然出现 为了保护小霞 皮特光荣牺牲 虽然有了欧文的帮助 但是两人还是没有甩掉怪物 幸好凯瑟琳和小罗及时出现 救下了他们 而故事在疫情来难道一个酒嚼后 而正式退入高潮 因为维纳斯的管理维加 竟然也惶恐不意地出现在这 他看到小霞后 不知道为什么充满恐惧 但等近下来后面开始给他讲述 关于这个石化病的缘由和怪物的来历 石化病其实有自己的名字 美都莎 八年前一块陨石从天而降 美都莎就是被陨石带来的 一个村子更因这个疾病而全部死亡 但是有一个小女孩却幸运存活 在当时现场 小女孩身边还有一只奇怪的生物 父子调查这个案件的维加对生物更感兴趣 但是仔细研究才发现 这个生物是因小女孩而诞生的 更离谱的解释 是小女孩幻想出来的实体物 在研究他后面回家才彻底明白 小女孩活着不是巧合 因为治疗没多少的办法 特别简单也特别困难 关键就在于患者需要极度痛苦的情绪 才能制造出痛苦的替代品 而这不仅能够避免病毒发作 更可以获得幻想实体化的能力 但这个情况却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人的思想在高度集中时 就会完全沉浸在假想的世界中 而通过这个媒介便能将空想化为现实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进化 那个小女孩在经过几次研究后便死去了 维加于心不冷 决定带着女孩的意志 打算继续研究下去 160个人的征兆 就是为了通过160个人的梦境 去对比女孩的情况 而这160个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灵创伤 例如小霞的父母双亡 凯瑟琳的儿子去世 欧文的妹妹跳头自杀等等 虽然女孩死去 但是维加又找到了可以代替女孩的实验品 只可惜这次实验品不像小女孩自己愿意接受实验 所以导致最后暴走 而暴走的原因就是皮特之前说过的 断电 很草率的一个情况 但就是如此关键 因为找到了新实验品比小女孩更加优秀 她和160名患者的适配程度极高 就在维加的研究准备有新的突破时 实验室被皮特给断电掉了 那些通过新实验品而重造出来的幻想体 一家子没有实验室的设备控制引导 而彻底出现在现实时空破坏 这项才刚被揭开 这个地方就出现了崩塌 维加选择宿罪 而小女孩共同葬葬在这里 小女孩的名字叫做爱丽丝 也就是能共AI的名字 可是在这一次交流后 提姆就像开挂一样带着重人 横冲直撞 很快被带着重人来到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 但是途中 小罗为了救欧文不惜丧命 原来爱丽丝在断电恢复后 并给提姆持络了整个城堡的地图 她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就是保护这些资格者的安全 在爱丽丝的帮助下 其他在地下海水一末之前安全逃离 只是还没来得及开心 就发现外面世界被黑暗所笼罩 他们之前带着城堡 已经被无数荆棘捆绑缠到 小霞还在这个时候发现草地上有一个小相机 而打开后 一条更加糟糕的真相 让小霞差点崩溃 原来文家之前口同所说的 那个适配度极高的女孩 就是自己的姐姐小娜 于是小霞突然吩咐故事内 又朝着城堡跑去 只是前往的路却被城堡给切断了 欧文另外小娜已经失去意识 因为如此庞大的幻想地 到底要经历过怎样的痛苦才能创造 凯瑟琳已经不想地继续冒险了 所以让欧文带着她和提姆赶紧离开 可是美多沙病毒突然发作 凯瑟琳在变成失望前 紧紧地护住了提姆 以防止那些攻击他们的藤蔓紧急 不过欧文却意外地被甩到了城堡内 和小霞相遇走到了一起 他们打算揭开这个城堡的秘密 可是突然身边的小霞却变成了欧文的妹妹 她在阻止欧文继续前进 妹妹的攻击很凝利 但却不致命 想到爱丽丝无法冲造生命 小奶的幻想体也不可能演变成自己的妹妹 于是欧文想到自己刚进文纳斯时 被打过一个生物芯片 所以举强毫不犹豫地对着脖子开枪射击 果然都她所想的一样 妹妹从自己眼前消失 这是爱丽丝给他们大郎投射的影像 爱丽丝还告诉欧文 他们六人都只是为了保护小霞的安危 因为小霞要创建这个幻想世界 有着很大的关联 摆脱梦境的欧文决定关掉爱丽丝系统 但是整个事情的真相 在小霞来到自己姐姐身边后才被彻底揭笑 因为小霞曾经有过格腕自杀的情景 所以手上有下双疤 但是当小霞找到自己姐姐小懒后 才发现对方手上也有双疤 而小霞腿上本来也有双疤 可是现在却不见了 这个时候 小霞在想起自己准备进入维纳斯时 根本没有跟姐姐打钩 而是两来的争执 谁获得去维纳斯的资格 可是争执的过程却失足 摔倒在悬崖下 小霞其实早就已经摔死了 而受到如此创伤的小霞则精神崩溃 于是 便可以创造出绝对完美的幻想体 所以才有了摄像机 她被带走的那一幕 因为姐姐小霞的愿望 就是实现妹妹小霞所有的愿望 可是小霞的最大愿望 就是和姐姐在一起生活 所以 小霞把自己一时抽离 接触在连工AI培莉斯上 最后把自己的露体交给了小霞 从头到尾的小霞 只不过是小霞所创造出来的完美替代品 本来小霞真的想让小霞好好休息 然后创造出一个虚假的世界 让她幸福生活 可是 因为断电 所以导致能力失控 而无法保护妹妹 毕竟那些幻想怪物 都跑到了现实中 她安排六人保护小霞 试图隐瞒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人 而是幻想体的事实 最后才制造出无数藤蔓 试图掩盖这个世界 只过去两天的真相 好难小霞以为自己是还活着 但是当这个梦想 也就是梦境被揭开后 那么她的存在就毫无意义 梦想破碎 向来在自己要车里崩塌前 把小霞推了出去 两人她通过这个方式 沉沉了大沟 城堡也在塌崩 七个人就只剩下提木和小霞 两人未来的生活该何去何从 无论而知 起码 小霞现在要带着小娜的期望 生活下去 拼命古城荆棘王 相信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可能只会越来越猛逼 但应该也有人能够直接看懂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妹妹想跟姐姐在一起 可是最后只有妹妹死了 姐姐精神崩溃 于是 装造出一个全新的妹妹 但是 却只有原来妹妹的意识 当妹妹捅破真相的纱布后 梦境也就破碎了 但是全新的妹妹却是真正的活着 这个故事需要牵扯到 睡美人的故事 这时她的寓意和睡美人有些不同 因为古城的睡美人 是一个不愿意醒来的人 荆棘是她保护自己的道具 是阻止有人来唤醒自己 当妹妹知道了整个城堡的寓意 那么这个城堡的存在 就没有意义 本来姐姐还想创造出 适合小霞生活的世界 但是小霞却执意 想要得到事情的真相 以每多少怪病作为展开 而牵引出了类似超能力的设定 所以我每多少的事情 几乎只字不提 皮特之所以会死 是因为在之前就已经腰部重担 其实对于这个故事的结局 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 你是想在虚假的现实中感到幸福 还是想在残酷的现实中痛苦呢 姐姐选择在梦中 制造妹妹还活着的假象 来自欺欺人 不断地否定现实制造假象 不想让妹妹回来看到真相 其实也就是不想让自己看到真相 我是少年 因为迷恋又可爱的九星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么给我视频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